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第三章固定资产的内容 那么在学习之前呢 先简单做一个考勤分析 那么这一章呢 复习难度我给了它两颗星 那么整体上呢 要比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存货啊 它的难度要稍微大一点 然后考试重要性呢 给了它两颗星 那主要的考试提形和分值呢 是以客观体为主 那么一般是两分左右 今年呢教材有了一个主要的变化啊 那么整体上来看呢 我们今年筑块的这个教材啊 变动不是特别大啊 主要是一些修修补补的啊 这个固定资产呢 就相对于这些小的修修补补里边 算是变动比较大的一个章节了啊 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变化呢 是第一增加了固定资产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 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一个相关表述 是要一点筷子处理 那么第二修改固定资产费用化 后续支出的一个相关表述 那么教材的一个主要变化 我们在后续会给大家陆续的进行讲解 那么这一章呢 整体上来看 它是属于一个基础性的一个章节啊 它和存货一样是属于一个基础性的一个章节 分数不高 但是属于一个比较重要的章节 它可以和借款费用啊 债务重组啊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啊 前期差错更正啊 所得税啊 合并财务报表啊 结合出题 就是说它会渗透到各个章节里面去 所以像存货一样 基础性的一个章节 肯定要把它拿下 并且要重点关注今年新变化的一个部分 因为新变化的一个部分呢 是特别喜欢考的一个部分 好 那么这一章呢 主要有三节的内容 第一节 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第二节 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 第三节 固定资产的处置 好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这一章的一个思维导图 首先 我们要确定一下 什么是固定资产 它的范围是什么 然后解决它的一个初始计量 也就是入账 金额的一个问题 那么跟存货一样 它这个取得的来源 或者是方式不同 那么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主要分为 外购的固定资产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以及其他形式获得的固定资产 这几种情况 那么外购的固定资产里边 我们又分为了 需要安装和不需要安装 以及超过正常信用条件 延期支付 这种分期付款方式 购买固定资产 它的一个初始入账金额的一个计算 那么这里呢 这个融资性质的 就是我们分期付款 购买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一个入账价值的一个计算呢 算是这一章的一个难点 也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重点啊 然后自行建造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入账金额如何去确定 以及其他形式的啊 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 就是如果存在气质费用的话 我们这个初始计量 应该如何去确定 那么解决了这个初始的入账 价值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要进行后续计量了 后续计量呢 它主要是 这个固定资产的一个后续计量 它主要是一个折旧啊 我们计算一下这个折旧啊 如何去去这个计算啊 它的几种方法学习一下 然后还有后续啊 我资本化和费用化的一个判断啊 我什么时候资本化 什么时候费用化啊 它的一个判断 之后呢 我们会讲固定资产的一个处置啊 那么处置呢 我们分两种情况 要么是出售和转让 要么是通过报废回损啊 来进行处置 那么它对应的啊 这个会计科目 处理的时候 这个会计科目是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资产处置损益 和营业外支出啊 待会我们都会讲到 最后呢 我们会讲一下固定资产清查 那么这个固定资产清查呢 和我们讲的这个存货 它的清查是差不多的啊 都是账上的这个数值 和我的这个石油数值 进行一个比较啊 是看看是不是账时相符 如果账时不符的话 那么也会出现盘盈和盘亏的 一些这个处理啊 但是它的盘盈和盘亏的这个处理呢 和我们存货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这就是本章的一个简单的思维导图 下面我们正式的学习第一节 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首先是固定资产的性质和确认条件啊 先给固定资产下一个定义 那什么是固定资产呢 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一种有形的资产 什么特征呢 第一为了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和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个资产 固定资产它的一个持有目的 是什么 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基因管理 是吧 它的这个目的很多 但是它有没有出售的一个目的 没有 我们上一节讲到存货 它的目的是不是出售啊 固定资产的目的是不是出售 不是 我是要使用它 是不是啊 我是要使用它 你不管是用来生产商品也好 帮我提供劳务也好 我还是把它做出租了 出租一个机器设备 它的目的呢 就是使用它 而不是出售它 那么大家还要注意几点 我在下面给大家写出来了 就是这里不是讲到一个出租吗 那么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给大家简单的提到了一下 就是这个出租 它其实分为两种类型 经营租赁和这个 和融资租赁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 固定资产指的这个出租啊 一定 大家注意 它是指经营租赁 通过经营租赁的这个方式 出租的这个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 为什么是经营租赁啊 你想一想 我们刚才 我们这个第一章讲这个 实质重于形式的时候 讲到过 这种融资租赁方式 出租的这种固定资产 它是不是属于 乘租人的固定资产 从实质重于形式上来看 它其实是属于我们 乘租人的一个资产 虽然说我所有权 没有在乘租人身上 但是我是属于乘租人的一个资产的 那如果说 我用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做固定资产的话 那就没有体现我实质重于形式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出租 你注意一定是经营租赁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种租赁方式 那么第二点 它的使用寿命 一定是超过多少啊 一个会计年度 这里是不是和低值一号品 做了一个区分啊 这个低值一号品 我价值比较低 我运营消耗啊 那使用的期限没有那么长 价值没有那么高 所以它如果是 做固定资产的话 不符合我们成本效益的一个原则呀 所以固定资产 它使用期限比较长 超过了一个会计年度 那么我们后边就会 对它进行折旧 第三固定资产 它是一种 看得见摸得着的 有形的资产 它不是无形资产哦 我们下一章会讲 这个无形资产 它必须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 一种有形的资产 这是固定资产的一个定义 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 这里给大家简单的补充一下 固定资产的一个分类啊 因为我们后边呢 都是按照这个分类 去给大家做讲解的 所以这里简单的想讲一下啊 这个固定资产呢 我们可以分为外购的啊 就直接购买来的 这个固定资产 比如说 我买了一台机器设备啊 还有什么呢 自行建造啊 我自己建造一个固定资产 我自己建造一个这个机器设备啊 那么外购里面呢 还分为 我是不是需要安装啊 我不需要安装的 和需要安装的两类固定资产 你比如说 我买的是一个电梯的话 这个电梯肯定是需要安装的 对不对 那就是需要安装的一些固定资产 那么有一些简单的固定资产 我买来之后就能用 那就是不需要安装呗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啊 它又分为自营和出包两种方式啊 那么自营 那么就自己啊 买材料 自己组织生产 加工建造呗 这是自营 那么出包啊 就是我发包 让承包商帮我建造呗 这两种不同的啊 建造固定资产的方式 第二个问题 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也就是我们要确定固定资产 它的一个入账价值的问题 固定资产呢 应当按照取得的这个成本 进行初始计量 也是一种历史成本计量的一个原则啊 按照我实实在在取得的一个成本啊 进行一个初始的计量啊 那么固定资产的这个成本 到底包括什么内容呢 这里也做了一个解释说明 这个成本呢 是指企业构建某项固定资产 使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啊 所发生的一切合理必要的一个支出啊 这个合理必要是不是很熟悉啊 我们在讲存货的时候 外购是不是也讲到了这个 必须是一些合理必要的一些支出啊 那么存货这里啊 与这个固定资产的一个区别是 存货我们讲的是 入库前的一切合理和必要支出吧 这个固定资产的话 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 那这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我为什么给大家标黄了呢 因为我们在考题的时候 经常会这样去考 说这个固定资产 已经办理了 竣工决算 办理了竣工决算啊 并且已经达到了这个预定可使用的状态 那么是不是要从这个再建工程转到固定资产 这个没问题啊 那么有的时候他会说他没有 办理这个竣工决算 但是他已经达到了可使用状态 就说这个固定资产我已经能用了 只不过我是没有这个工程上 没有进行这个结算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固定资产 是不是要进行转呢 是不是要从这个再建工程转到固定资产呢 是的啊 因为这个地方他没有写 使其办理竣工决算前发生的一切 合理必要支出 也就是说我这个办理竣工决算啊 他并不是我确认这个固定资产的一个标准 我确认标准是什么 必须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这是固定资产经常会出现的几个字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这个一定要记住 那么合理必要的支出包括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购买价款 这个没问题吧 我们外购存货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个购买的价款啊 购买价款 运杂费 保险费 包装费 是不是和我们的存货差不多啊 都是一些必要合理的吧 安装成本等 也包括间接发生的 间接发生的 比如说我应该承担的借款利息 资本化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为我的这项 这个固定资产借了一些钱啊 那么这个借钱的这个利息 如果是符合资本化条件 可以资本化的 那么我可以记录到固定资产的一个成本 你像这个有一些这个 这个机器设备啊 我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 他这个价格非常高啊 钱非常多 那么肯定会去做发一些借款啊 那如果说这个借款的利息啊 资本化了 那就是记住到了固定资产的成本 以及满足资本化条件的一些 外币专门借款汇兑差额 以及应分摊的其他间接费用 这个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兑差额 我们专门有一张 这个讲这个的啊 所以这里简单的 了解一下 你记住就可以了啊 我们后续会给大家展开讲解的 那么总结一下 就是记录固定资产的成本呢 有三个关键点 三个关键词 合理必要达到状态前 合理必要达到状态前 你还记得我讲这个存货的时候 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吗 合理必要入库前吧 那么固定资产三个关键词合理必要达到状态前 记住了吗 那么下面我们就分不同的这个固定资产类型啊 来看一看他他们的一个入账金额应该如何去确定 第一种情况呢 是外购的固定资产 外购的固定资产呢 它的成本包括三块 三大块 价税和其他的一些费用 价税费 外购的存货是不是也是价税费啊 好 第一项 购买这个价款 这个购买价款 大家注意 它和外购存货一样 如果他是一般纳税人 他购买过程当中支付的这个增值税啊 是可以作为尽向税额抵扣的 也就是说我购入生产经营用的固定资产 支付的这个增值税是可以作为尽向税额抵扣的啊 也就是说我会在借方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尽向税额吧 那如果说我借方确认了这个应交税费啊 应交增值税尽向税额 也就代表我支付的这一部分增值税 尽向税额 我并没有记录到我购购固定资产的成本当中去吧 也就是说这个价款和购购存货一样 是不包括可以抵扣的增值税的 它是专门借方一个科目去进行核算的 好 第二相关的税费 这里和存货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可以抵扣的这个增值税啊 不寄进去之外 其他的一些税费都是要寄入到存货的成本当中去的 包括一些关税啊 小规模纳税人的一个增值税啊 这样的一些税费啊 除了那个其他的都这样去寄啊 然后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啊 是包括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所发生的可归属于该资产的一些运输费啊 装卸费啊 安装费啊 专业人员服务费啊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存货里边没有出现过的一个费用啊 专业人员服务费 你想啊 这个存货我买来的时候 可能他他本身这个比较简单啊 我买了一个小商品啊 但是这个外购固定资产就不一定了 我可能买了一项非常复杂的这个机器设备啊 我自己不会用啊 我在这个买的过程当中呢 肯定会有一些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指导服务啊 那么这种专业人员 他的一个服务会使我会帮助我 这个固定资产达到我预定的可使用状态吧 没有这些专业人员来给我提供服务 我的这个固定资产就没有办法达到我预定可使用状态啊 我就没法使用它呀 所以这个专业人员的一个服务啊 是作为我的这个外购固定资产成本来进行入账的 千万不要忘记哦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的考试特别喜欢考一种费用 叫做员工培训费 他经常将这个员工培训费啊 和专业人员服务费混在一起考 让你选哪一种费用呢 是可以记录到固定资产成本的呢 大家注意 专业人员服务费啊 它是使我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发生的必要合理的支出 但是员工培训费 你注意啊 我这个固定资产已经达到可使用状态了 我这个给员工培训培训啊 这个机器设备太复杂了 我这员工都不会用啊 那不会用的话 我就会专门给他们做培训呗 培训培训 他们不就知道怎么用了吗 那么这种员工培训费 你注意 它是不记入固定资产的啊 它并不影响我这个固定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吧 我员工会不会和我这个固定资产能不能用 是不是两回事啊 所以员工培训费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直接记录到当机损益 不记录固定资产成本啊 所以这个相关费用里边 你注意员工培训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 它的一个区别 总结一下 外购固定资产 它的一个成本包括 价税费 合理必要 达到状态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外购固定资产 它的一个会计处理 首先 如果我购入的是 一台不需要安装的啊 买来就能用的 这样的一个固定资产 我要借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增加呗 但银行存款 是不是还交了一部分税啊 那么这部分税是 记录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它单独 一个会计科目来进行核算的 也就是说我支付的这笔价款 这笔税 它是没有记录到 我固定资产 这个入账 金额里面去的吧 没有记录到 它的这个成本 当中去的 它是单独在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里面 进行核算的 这就是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可以抵扣的 进项税额的处理 这里和存货 是一样的 好 第二 购入需要安装的 固定资产 那现在需要安装了 那如果说 它是需要安装的 我购入的时候 就不能直接 借固定资产了 因为它现在还不能用 还不能做固定资产 来进行核算 所以我会先通过 什么科目来进行核算呢 再建工程 正在建设的一个工程吗 再建工程 那么其他的 是一样的 银行存款去支付 支付了税和价 只不过我的这个价 是通过再建工程 来进行核算 好 我现在需要安装了 是不是 那我安装这个 固定资产的时候 借 再建工程 那我安装的时候 会发生一些费用啊 用银行存款去支付啦 还会利用一些原材料啊 还会有一些人工的这个工资啊 安装人员的这个工资啊 应付职工薪酬啊 等等 那么这些 都是可以进入到 我的固定资产成本当中去的 好 安装完成之后 交付使用 我会将这个 再建工程 转入 固定资产 那就完成了整个 安装固定资产的一个过程 这是外购固定资产 一个一个会计处理啊 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需要大家去掌握 好 我们来做一个例题啊 2059年2月1号 假公司呢 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生产用机器设备 需要安装 取得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设备价款是50万元 增值税呢 净项税额是6.5万元 款项已通过银行支付 安装设备的时候呢 领用本公司的 这个原材料一批啊 价值是3万元 购进该批原材料时啊 支付了增值税 净项税额是0.39万元 支付的安装工人的工资 0.49万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相关的税费 假公司的账务处理 应该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它是一个需要 安装的生产用机器设备 是不是我们不能够通过 固定资产来进行额算 首先要通过啊 这个再建工程 来进行额算吧 好 那么再建工程 额算的时候 我的这个价 50万元 是可以进入到 再建工程当中去的吧 没问题 那么一般大事人 交纳的这个增值税 净项税额啊 是不能够 进入到成本当中去的 它应该是借 这个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项税额6.5吧 那么然后 用银行存款进行支付了 然后呢 我领用了 本公司的一个原材料 那么是不是 要带原材料啊 那么这个原材料 是不是要 通过再建工程 来进行核算啊 好 那么继续增加 再建工程 也就是说 我领用的这批原材料 是可以进入到 存货的这个成本当中去的 但是你领用这个原材料啊 它当时构进的时候 是不是支付了一个 增值税 净项税额0.39啊 那么这个 三万元呢 是它的一个价值啊 它还有一个增值税 净项税额0.39 那么我们在领用 这批原材料的时候 这个净项税额 需不需要处理啊 不需要 不需要 那么如果是不需要的话 就是说 它在购买的时候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项税额0.39啊 那么它后续 是可以进行抵扣的 它可以抵扣的 所以这里不用做转出处理 不用做处理啊 那么支付安装工人的一个工资 那么应付支勾薪酬呗 也是可以进入到成本 借再建工程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账务处理 支付设备价款增值税 借再建工程 50万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项税额6万5 带银行存款 用银行存款去支付了 这笔这个价款啊 那注意增值税啊 金项税额是单独乘一个会计科目啊 它不能够进入到我再建工程成本当中去的 好 领用了本公司的原材料 带原材料 支付安装工人的这个工资啊 带应付职工薪酬啊 都把它放到 再建工程里面去啊 放到再建工程里面去 也就是说增加了我固定资产成本了啊 好 设备安装完毕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我再从再建工程啊 转到固定资产 那转多少呢 我要把前数 所有的这个固定资产全部加起来啊 一项 两项 把它加起来啊 一起把它转到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就是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最基础的一个账务处理题了啊 一定要会会做 好 那么对于这个外购固定资产啊 我们有几项特殊的考虑 需要给大家做一些讲解啊 那么特殊考虑啊 第一点 如果这个企业 它以一笔款项 同时购入了多项 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一百万 买了A B C啊 三项固定资产 那么这三项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 就一百吗 但我 这个会计在入账的时候 我要把A 单独做一项固定资产 B 单独做一项固定资产 C单独做一项固定资产 那我A B C 三项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应该是多少啊 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一个总和 那怎么办呢 我需要把这个总的成本啊 进行分配啊 分到A B C 三者身上呗 那我怎么进行分配呢 我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的会计准则 我们的会计准则啊 告诉我们说 应当按照 各项固定资产 它的供运价值比例 啊 供运价值占比啊 对总成本进行分配 分别确定其各项固定资产 比如说 我们买了A B C 三项固定资产吧 那么A 它的成本呢 就等于我们的总成本 一百 去乘以 A 供运价值占的比例呗 也就是A 它的一个供运价值 去除以 A B C 三项固定资产 它的供运价值之和呗 那么B 它的成本 就等于 一百 去乘以 B 它的供运价值 所占的比例呗 那么C 它的成本 同样的 也是啊 它的这个比例 是C 供运价值一个比例 去乘以总成本 是不是很好理解啊 你只要记住 我是按供运价值比例 进行分配 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情况 其实很常见 有同学说 老师 他为什么要一比一款项 买这么多呢 你想啊 你买的多 可能是不是会有 折扣和优惠啊 那么这个原因 就不需要你太去纠结了啊 你只要掌握 它分配的一个方法 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 如果这个企业 它以一比一款项 购入了多项资产当中呢 除了固定资产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个资产 比如说我一百万 我买了 A 它是固定资产 B 它是一些存货 C 它是无形资产 也是很有可能的 对不对 很有可能的 那么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怎么去分配呢 原则一致 就是按照 A 固定资产 B 存货 C 无形资产 它们的供允 价值 比例 分配呗 就是这样的啊 供允价值一个比例 来进行分配 来 我们简单的做一道立体啊 假公司购入某项生产用的大型设备啊 这个设备呢 由 A A B C D 四个部件组成 设备的买价是一千万 增值税 净想税额 一百七十万 购入后呢 发生了安装费用 二百四十万 为达到正常的运转发生的测试费 正常 为达到正常运转 那不就是为了达到正常的这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吗 那么测试费六十万元 外聘的专业人员服务费 是不是我们刚才刚讲掉了 这是固定资产 安装这个固定资产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项 转业人员的一些服务费啊 五十万 还有员工培训费 是不是这里就出来了 员工培训费刚才说了 是不是不能够记入成本当中去啊 好 2058年1月 这个设备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并投入使用 好 现在呢 我们可以计算出来 这个大型的生产设备 它的一个整体入账价值吧 也就是它的买价 价税 费呗 增值税 计算税额不能记啊 可以抵扣的 那么二百四 安装费是没有问题的 正常运转发生的测试费 也是没有问题的 专业人员服务费 五十万也是没有问题的 把这些项目加起来 就是这台设备 它的一个入账金额吧 但是我们的这台大型设备 它是不是有ABCD四个部件组成的 那我们在入账的时候应该怎么入呢 你注意 这个设备它整体呢 预计使用年限是15年的 ABCD四个部件 它的使用年限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个处理的时候 除了要把四个部件 分成四项固定资产 把这个成本分摊到 这个四项不同的固定资产身上去以外 还需要对ABCD 它们分别按照自己各自的使用年限 去具体折旧 而不应该把ABCD笼统的 按照我整体这个设备15年 去具体折旧 那么分摊的比例是什么 公允价值比例呗 那么这个题目告诉你了 ABCD各部件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的 公允价值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来 公允价值的比例啦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题的答案 根据上述资料 假公司该项设备的成本计算 确定如下 应该设备各组成部分 具有不同的使用数据 所以适用于不同的折旧 应当分别将各组成部分 确认为单项的固定资产 这句话在考试的时候不用写啊 那么只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所以放在这里啊 好 那么设备的总成本 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1000加上2004加60加50 等于1350 其中员工培训费的这30万元 我们是不能够记录到设备总成本 当中去的 直接记录到当期损益 好 各部件的这个成本呢 我应该按照各项固定资产 它的公允价值比例 来对总成本进行分配 所以A 它部件的一个成本呢 就等于我总的成本 去乘以我 占的公允价值比例吧 那么得到405 B C D 同上 所以这样的一个题目 其实难度并不大 对不对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好 好 感谢观看